虚输密码的红包 微信好友发来一个红包 点开时却提醒需要输入密码 事实上领取微信红包并不需要输入密码 遇到此类红包请及时退出 免得造成金钱损失 需填写个人信息的红包 这类红包在领取时 需要你输入手机号、姓名、银行卡、账号等信息 这是不法分子设下的陷阱 后台的密码病毒可以趁机窃取银行系统 随机发送的手机验证码 随时转走卡里的钱 正规的微信红包点击就能领取 并且会自动存入微信钱包中 不需要填写个人信息 需转发的红包 在点击此类红包后 页面提示需要转到其他微信群 或分享到朋友圈才能领取 利用微信好友链进行传播 让用户大大降低了警惕 很多人出于对好友的信任 点击后继续分享给其他好友 加上红包流程繁琐 让很多人不愿以前功尽弃 造成恶性循环 传播量极广 一旦遇到这种需要转发 再领取的红包 需要提高警惕 以免上当受骗 带有诱导性转发语的红包 这类红包链接往往会包装成 各种容易让人上当的形式 比如一条逼真的语音消息 邀请家群提示 我已经领到了等 通过各种说辞诱导用户点击 冒充官方的红包 不法分子伪造页面内容 冒充官方以热点事件为幌子 编造虚假利好消息 再以大额红包为诱饵 欺骗和诱导用户进行点击 现金红包AA红包 警惕写着送钱 现金礼包 AA红包等字样的红包骗局 此类红包 往往对微信 AA收款界面进行略微改动 加上送钱 现金红包等字样 让用户误以为输入密码 是在领红包 但实际上却是给对方转账 正规的微信红包界面 是橙红色 领取红包 并不会进入AA收款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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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